画面中的80后小伙名叫刘力恒,他自称汉字玩家,如今他的汉字作品已走遍法国、美国、意大利等二十余个国家,被十余个海外艺术馆收藏。 刘力恒今年34岁,原本从事陶艺工作,2009年,刘力恒偶然看到一段外国小伙传播中国全法的视频,这段视频成为了刘力恒传播传统文化的动力。 他计划,不仅要让中国年轻人重拾传统精粹,也要争取把中国优秀文化推向世界每一个角落。 刘力恒把这个计划命名为汉字造梦,立志带着汉字周游世界。 因为现在年轻人都不写字了,提笔忘字,大家都在打字了,都说这个是我做汉字造梦的一个初衷,我更希望是呼唤起现在年轻人对中国传统的一种坚持,一种继续,然后再把它传播出去,影响到别人。 相较于传统的行书楷书,刘力恒的作品形成了读书一致的风格。 在书写工具上,他抛弃了常见的豪类毛笔,脱手工师傅定制了用棕丝制成的笔刷,棕丝质地较硬,使得自己硬朗大气。 我觉得我们的作品可能更贴近于时代,我们主要是在内容上面,我们可能会根据时事,根据新闻的热点,根据周围发生的事情,根据平时的日常生活一些东西。 在这方面可能我们思考的会比较多一些。 在刘力恒眼里,传统的毛笔书法飘若浮云,脚若金龙,但却略显古旧单调。 如何把字写活,使其余连情人接轨是他最常思考的问题。 于是刘力恒尝试在书写内容题材上做文章,生活慢下来,宝宝心里苦,蛮扎实。 大众书法作品通常以诗词名片为主,而刘力恒把励志段子,网络流行语,甚至武汉方言运用到书法作品中,立马受到年轻人的追捧,并且在国内外社交网站上走红。 很多人都说是书法家,我更多喜欢书法玩家,就类似于这样的,我喜欢用一种玩的心态去做这个事情,而不是一板一眼的,不是说教类的东西。 近年来,刘力恒开始了汉字造梦的世界巡战。 在海外华人华侨和艺术家朋友的支持下,刘力恒的作品走进了日本京都的茶社,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,吉隆坡和俄罗斯的展览馆。 刘力恒表示,当法国马赛政府官员高举着他武汉马赛兄弟伙的作品时,当《我爱汉字》四个大字在摩拉哥海岸迎风飘扬时,自己带着汉字周游世界的梦想不再遥不可及。